審議案三大農區延平北路二段13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案由大農區延平北路二段13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八條 第十建築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 那辦理情形 1. 指案是所有全人陳光業委託區域建築事務所 於105年9月6日向本局申請延平北路二段134號 建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本案建物地址為大農區延平北路二段134號 座落於大農區延平段三小段479480D號 建號為同小段82建號 那地極圖祥附建二 然後辦理情形3本局1 105年10月19日辦理延平北路二段134號 電屋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包括李前郎委員王惠君委員王維州委員 會堪結論略以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為請依專案小組織限開意見補證其申請資料 如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等 必立本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七支一條辦理後續 將會整文化資產評估報告續送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那會堪記錄集會堪照片想附件三 那第四專案小組委員意見的話 請委員想要後付書面資料 那我們看地級圖的部分 然後這是會看的照片 建物立面然後政廳店面有保留七點暗時 然後援助柱頭女索 然後左邊的是一樓大廳右邊是二樓 然後下圖的部分是那個棋樓的部分 那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創建年期正廳店面是期末 然後立面跟棋樓部分是日居時期 然後建築本體是光復初期的時候 建築物規模地上兩層然後是一戶 然後這是建號建號是82號兩層樓 然後右邊的這個圖是那個 各時期的建築特色部分 然後價值分析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的部分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建請所有權人於本委員會中向委員說明 那登入範圍之影響評估 本案保存範圍土地與建物所有權明確 並於申請書提出第四章修復計畫概要及再利用計畫概要 顯示出所有權人對於文化資產已有極高保存意願 及對於未來修復再利用計畫已有規劃 那你辦部分 本案你請同意登入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34號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 那名稱部分延平北路二段134號店屋種類宅地 位置或地址的部分是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34號 那歷史建築及其所定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同區延平段三小段479480地號 建號為同小段82建號 那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那登入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第一點 本建物位於大澳城市區向東拓展之重要地點 正廳店面鑒於清末時期 能保留部分其離岸石牆體及尺磚地坪 其樓為磚器竹園拱卷 以阿西沃良紅磚雅自行構築立面 日具後期將原清水紅磚立面包覆洗食紙 見證多個時期之建築文理發展 二本店屋於創建初期為邵紙店 光復後因應物資需求曾經營進口食品批發行業 營入華束奶粉等國際商品 民國七十一年起為金河新營樓 建證台灣近代商業時發展 三符合歷史建築登入廢址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三款平定基準 保存範圍全動保存 其他事項修復時應恢復原有四柱三窗立面形式 本案提起門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好 請期見證書 請各位評審老師 先跟各位抱歉 就是因為本來是3點10分 所有權人正在趕快出狀 好 那這一棟建築物 來 想念 就是上次到場的評審老師 提出一些審查意見 讓我們針對這個也有多了一些回覆 李老師指的就是 所指示的幾個審查意見我們感謝 那王老師提到的就是 哨子店這個事情叫我們修正 它是一個玻璃相關的產業叫我們修正 另外就是張氏家族我們改為張氏族屋 張家族屋 那另外就是未來再利用 希望我們提出我們在後面 今天有補 來 那麼另外就是 王老師有提到說這個 這個電屋是位在太平廳通日治時代的 他說雖然不是有名的 但是相較其他大規模的話有相對的價值 但是要我們更提出一些理由 來說它在太平廳通道 所謂一個歷史建築的電屋的特殊性 那我們就有附贈 那最後決議是說 希望能夠對未來的在利用 管理維護財務規劃能面對我們附贈 以下就是我們的一些附贈的資料 第一個就是在利用 那麼這個到最後一次的使用 是最近的就是那個銀樓 太平廳通的銀樓 沉浸在某一個時期是非常新鮮的 那麼目前這個房子裡面還保留 那個銀樓的用鋼板做的金庫還在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所有權人 他願意將來把這個房子能夠再做銀樓的使用 那麼第二個就是提出來就是說 把這個有關這個金庫在這裡 把這個地方部分的位置來做為那個 因為銀樓有一些雕刻 金庫的雕刻這個手藝 那麼他有構想的時候把一些金庫雕刻的手藝 在這個房子裡面做一個金庫的加工的做法 那給銀樓的參觀 來 來 那麼特殊的構造 在一樓的位置 我們把它做一個牆面的補區 表面的跑出 發現裡面有清代的這個基里安的石牆 這個狀況非常好 整片牆都是 那麼將來我們打算把這個 作為一個基里安詞的解說系統 那麼棋樓的空間 他仍然保留原來的特色跟工法 那麼他的地平我們也是很驚豔 發覺出來他下面的地平還原來存在 那麼這些都要作為將來的棋樓 牆面 地平 做一個展示的現場的導覽 一個展示的那個礦覽 來 那麼這個將來的再利用就是 這個量是銀樓 這裡是文創工坊 進工的 那大致上我們有畫出他的 當然樓上還是出家 因為以前也是出商混合的 那麼大概樓上布局像這樣 來 那麼至於財務 修復財務規劃 那麼目前是這樣子就是說 準備經過我們發展局審議 他第三工程單位建價以後 用他價格裡面的比較那個 參考這個價格來作為修復工程的經費 那麼同時要向銀行辦理信託業務 就是說把這個經費就存在銀行裡面 那作為保證他可以去修好它 那麼另外就是在這個 如果修復完了 獨法局五大販業修復完了以後 那取得使用之道才解除銀行的信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他修復經費呢 在這個機制下可以確保他修復過程 是可以確保的 來 歷史建築的登錄價值 大概以下有四個我們增加 就第一個就是它是 它這個房子很特殊 它的房子前段是一個墊屋 後段是一個清末農墾時期的一個住屋 它是兩個混合在一起 那麼也就是它是兩個混合的一個結局 這個在一般的墊屋來講 太平平通比較少見到這個案例 所以那它這個日子墊屋的時期 是因為太平平通開的時候 把它的墊屋切掉一部分 那麼只剩下後半段 所以因此後半段就被這個後面這個農墾時代住屋 這個屋主把它買下來 所以兩個合併為一 就會變成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麼第二個就是它內部具體保存 從清末一直到光復出到民國五十四年 每個時期的建築構造技術都有史證存在 這個部分呢在大道成捷屋裡面來講的話 還算保留得還很完整具有重要價值 第三個就是產業發展 它經歷好好幾個不同的產業 就是一個是清末農登時期 第二個是大正傳統產業 這個只能是哨子店 就是那個玻璃的 那近代這個昭和時期到光復出去 因為台灣大道成這個地方 曾經有一個部分在光復出 就是有非常多進口的食品高檔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花素奶粉等 這個主要的股東就是他們 花素奶粉以前吃不起奶粉 都是吃那個米膚這種 那吃了這些奶粉就這個區域 那它就是重要的一個代理人 一個大股東 那再來就是七年代 因為金融管制的關係 所以這個附近就有很多這個銀樓 其實銀樓的背後其實就是一種地下籤狀 就是說因為金融管制的關係 就是這個要非常多的銀樓 他們就是做這個產業 那麼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電污把太平廳附近的電 幾乎所有產業幾乎都涵蓋了 就是他經歷過這些事 那麼他的比較上面來講 他就是具有這個九尖子電污 太平廳電污 這農耕住屋三整個複合性的物件特色 基本上他的特殊性在整個太平廳中的電污上面來講 他具有以下的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態 來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收集到 就是1895年日治初期到1897 這兩個時期可以看到這個叫九尖子街 九尖子街以前是 這個後來九尖子街跟這個後來這條太平街 整個開上去就變成太平廳頭 所以當初的延平北路這邊並沒有打開 所以這邊這個符號代表這邊都是農田 那這邊就是大道成的電污 所以他街屋這個大道成的街屋 跟那個農田的中間這個位置 是九尖子街 這個以前是一個沒有辦法過去的街 那這個街以前是那個住宅為主 那這個裡面 所以因此他以前是這個街屋的 這個紅色的街屋 那個商業區的中間不是一個全台北市型的 當他開通以後他就變成另外一個角色 因為就是太平廳通連結在台北大橋 從此延平北路就變成是這個地方 本地的一個代表界就叫太平廳通 就是這個日據時代的主界 那幾乎取代的敵化界 所以他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這個 見證了這個太平廳通開闢以後 這個電污就成形了 那麼所以以前我們這個電在這裡 他本來這個老地圖上面 這邊有一個皮塘 就是一個灌溉 那這個地方就是他農耕的一個 就姓張的他們擁有的位置 以前有三個皮塘在這個附近 這是後來到1903才會漸漸變成這個有很多街屋 所以他的位置後半段就是這個農耕時代 那前半段這個位置就這個 這個位置就是變成是這個街屋 結果他兩個整合在一起 來 那麼九正街這是我們以前老的地圖 我把它把它疊圖疊在上面 這個就是九正街 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街 這個街以前其實是一個勞工階級的一個 鳳化區的一個街 茶工都在這邊 那這個有錢的是在另外一邊 那這個張氏家族我們根據所有的地極分割的秋塊呢 這是以前的地極圖 我們都有找到 那麼就是他這張氏家族整合有這樣 他本來這個街屋前面很長 太平津中開了以後就把這一段切掉了 那他只剩下後半段 後半段就跟張氏家族這個整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凸字型的 他就把它整合了 然後後面的人把前面的買掉 那麼所以看看過去這個地方的產業 九正在這裡 太平恆街在這邊 太平街在這邊 這個就是現在的延避廢物 把這邊打開以後 結果這個附近都是賣什麼的 都是賣茶葉的 就是看這個茶葉的太平恆街 我們把它的資本都掉下來 就是說這個地方都是茶葉的街 這個地方茶葉的街 這兩個是茶葉的街 那這個地方有一點點 好 來 看下一個 然後我們把當初的1928的這個職業產業別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那個所謂的近代的高級的近代的生活 有這個西醫院 藥理屋 湯屋 日本時代就是寫生店 自動車等等 那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就是因為這樣而興起 因為世界改正 他把這個地方打通以後 這個地方就變成很繁榮 就變成一個近代的文明生活的一個主階 變成太平平衆 不然以前就被九一日間折斷 九一日間是一個勞工階級的一個風化區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可以建構 這個地區我將來會把這個歷史寫清楚 就是將來我們可以補強我們對於太平津中開闢的 前後的一個地區小歷史 可以藉著這個案子的保持 可以重現這個延平北路開通的整體的一個歷史的 一個事件的一個史料的一個檔案 那麼這個是我們剛出1932年的專畫 這裡面有好多很有趣的這個店面 那我們這個地方叫做建材商店 就是那個哨子店 來 江三樓是比較宏萊格 也就在這附近一帶 我們這個位置在這裡 來 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到太平津中開通以後 這邊到太平大橋了 太平大橋就變成連結到那個南部去了 所以這邊就做了一個圓環 本來這個地方是斷掉的 而且這個地方以前都是田 所以我們這個點剛好在這個田 跟這個很熱鬧的迪化界中間的交界點 以及還沒有開通之前的狀況來 那過去哨子店的這些證據其實我也查散 都有我們查到相關的工廠民部 來 看一下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 第二個階段就是湯絲加葉 它是一個華蜀南門大盤商 那麼這個地方後來因為金銀補善就開始轉賣給別人來 那麼當初華蜀奶粉的報紙的廣告 這個非常大的當初是很有名的一個平台來的 我們找到一起的報紙 另外就是銀樓葉興起在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銀樓 像太平亭有12家 可以證明銀樓幾乎的集中在這個位置 這個全台北市在這個12家分布在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在這裡來 那麼所以因此產業發展史有以順以下 剛剛有強調有連續的從新代到70年代 整個地區產業是很豐富的來的 那麼建築物的話大概有四個時期 第一個是青末黃色的部分 這個就是剛剛基利安市 第二個是日據世界改正 大部分這個紅的 這個是日據時代 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狀況 那日據末就是在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藍色 另外1960年代這個綠的部分 所以因此主體結構都是 就是世界改正到大年代的時期 春綠包含這個清淡的 也就是這個紅色跟黃色的部分 都是日據以前的 我們就相關的重點就是這個瓷磚 它立即因為淹水會一直疊上去 所以我們往下面挖著 挖到清代的瓷磚的地方 能它存在 這個是日據時代的這個鑄頭尼索 給它站 來 那麼這個就是清淡的背 這個下面這個背牆 這個挖下去這個瓷磚的位置 這個是日據時代的拱圈 這個拱圈跟這個延平北路 其實是形成一個斜焦的狀況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九尖直階 以前是正焦 但是這個太平天道是變成另外一個角度 所以它這個剛好是斜的 所以可以見證它是被切開來的 那麼另外這個是他們的日據時代 莫習的鋼筋的構造 光綿鋼筋還存在 這下面的基礎 來 那這個是九日接的污色的 就是這個地 這個牆面 基礎都存在 這個瓷磚來 那日據時代的話 這個清水磚非常好 就是它的溝縫 是凸縫 所以代表以前就是清水瓷磚 就像這樣來 那麼它的洗濕字也是很好 摩濕字形來 那麼到屋頂的部分 它屋航還存在 雖然屋瓦有做一些改造 但是烏航是存在的 來 來 那麼像這個七子圖跟尼索宮 來 那麼這個是樓梯 這個樓梯我們去七億以後 裡面是臺灣快門 就是日據時代很高級的一個樓梯 來 那麼立面 我們找到過去的老照片 那麼這個老照片 我們可以恢復成這個立面 來 所以大家提早後面是修復磚 我們修復完了以後會變成這樣 來 輕微擦散二樓 二樓加成 來 那屋頂就是斜屋頂 因為它斜屋頂都保存 現在還是保存 來 那個是天花板 像這個 這個 尼索的這個 這個都還在 來 那麼 立面 像這樣 來 西向 立面 抹面 來 好 OK 好 好 請委員執政 謝謝 我們看委員對這個案子 我不是對整個過程都不信任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最近那個 有在大稻埕的一個古蹟,最近打官司,然後在那個黃河北陸上的那個 老師傅,他就是因為他容積一轉,但是古蹟是犯的不休,最近又到了官司,我們還要去看 所以我想,當然剛才學建築有提,就是說將來我們會有一個保證 但這個保證是保證在哪裡? 這可能跟其他歷史建築都有關係 那我建議的,這個部分你保證一定要經過法院的公正 否則你在行政單位也好,或者在銀行也好,它是沒有一個保證的基礎 到時候他把錢又拿走,我們估計還是沒辦法休 是不是要透過無必要的行政單位,這是不是能夠通過法院的一個公正 那的話他保證說我以下,我不能,你知道我們現在這個銀行保證根本沒有效果 我就不先拿去舉這一點意見 主席發言題這邊是不是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學老師提到的部分,這個案子跟老師服務成月記的那個狀況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個地方呢,它其實是在我們大浪權的歷史風貌特定專業區裡頭 所以其實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到土地所有群為什麼會想要主動申請做另一件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特定專業區裡頭,針對古蹟的修復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未來他的這些修復的工程還是必須經過都設計審議 然後我發言局也會有五階段 然後呢,逐步的,他確定之後他修復所花的錢,我們會折算容金給他做獎勵 再加上他原來的法令容金沒辦法用完的部分,他才可以去做容金的移除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程序在處理的 那我也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大浪權的歷史風貌特定專業區 因為他這個區域大概已經有操作了幾十件的這種修復,比較完善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跟老師服的那個,在這個特定專業區以外的部分是不太一樣的 那其實一般的歷史建築或者是古蹟,大部分都是依照詮釋的那個規定 可是在大浪權歷史風貌特定專業區,他其實是給他比較好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發言局也針對大浪權歷史風貌特定專業區的都是就他在做檢討 那先前呢也有一些聲音,其實有一些聲音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要做線索 不過我們最近也跟地方也有一些共識啊,就是說原則上還是會順應地方的部分去做調整 那他的這個狀況跟其他的台北市的古蹟鏈,畢竟是比較不一樣的 影響著我們做的 在國外的話,他的做法 其實基本上他是一個類似一個寂靜的做法 你任何的擺到這裡 因為這個古蹟,你說我今天好像修好了 他遺轉中,我遺轉出去了 過了二十年或者過了五十年,又要再修怎麼辦 然後這個數量非常多 我想不是公共政府能夠付得起的 所以在國外,他類似一個等級的基金 那我第一次修法 過了二十年,過了五十年再換 我還是從這個基金裡面來修這個 這個機制好像是比較堅強的 那現在當然這個特定區他們做得蠻煩的 然後就是說現在修 修處是一次修 以後發布是誰來修 問題又有怎樣 謝謝老師 跟那個修老師報告一下 那個陳月季的案子還是要強調一下他不太一樣 他在法院最後判那個都發局這個官司敗訴是 法院覺得那個修復再利用計畫 跟管理維護計畫不同 他認為陳月季應該拿修復再利用計畫換農機 而不是拿管理維護計畫換農機 但是實際上在古蹟農機移轉辦法裡面兩者都可以 那我們也去問過文資局 文資局也表達兩者都可以 只是法院他有最後的裁判權 他認為不可以 不可以的話 所以現在其實他第一批換的農機有納入基金 有納入基金 但是他在修復上面有一些爭議 那有的家族代表認為 第一次漢堡德老師修的那個東西太粗造 不對 所以用這個先去卡他這個農機轉移的部分 那農機轉移我希望就是制定文資法 像各位委員有在制定 還是跟文資局搞清楚 道理古蹟農機移轉的意思是說 發展權的限制的補償 還是拿來修古蹟 其實要去搞清楚 我覺得法院也沒有完全搞清楚 那至於後續的程序 那我們也會該出來修復再利用計畫的部分 現在用文資法第28條部分 那市府可以強制待刑 那強制待刑以後會要求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內做 如果不做就由市府來做 然後再去補那個農機 那把這個手續都完成 所以可能兩個案子也不太一樣 要跟老師做報告 剛才這個學教授講過 如果這個部分修復完了以後 第二次修復 那這樣的機制現在並沒有去做任何的 其實現在台灣的古蹟的問題是 第一次的修復大部分都沒有完成 所以它第一次的部分非常嚴重 其實在後續的法律的規定裡面 因為古蹟一定要管理維護計畫 所以在以後的每年裡面 大概都要做維護 那你如果不維護 其實文化局就有相當的法令的權責 可以要求你 所以其實第二次以後的大修 要求那個所有權能跟管理人 所以第二次以後的大修 其實花費的不會像第一次這麼多 那再來其實對於私有古蹟的補助 特別是國定或市定古蹟 其實剛剛老師看到那個額度都很高 有的甚至到百分之五十八十以上 所以他其實申請 只要第一次修完以後 我們不進去的 他只要花到一點點的錢 他把管理維護做好 其實後面的花費都不是很大 我們現在只是覺得第一筆的問題比較嚴重 那委員還沒有講解 我想我副局長講的沒錯 就是基隆基隆遺轉這些部分 是他本來的權益 是他給他 那修復是另外有 尤其是石油來 有這補助 他像大道神有獎勵 獎勵是二次之一 他那補助 現在上下補助 然後就可能全了 看多少台北市自己有 確定 這個我想他可以進行 所以二次修復這個事情 剛剛我也會講 大概 如果一次修完 立到二次之間 那如果管理維護做得好的話 那不錯 內容不會很高 這一定見 那第二件事情 當然就是 剛剛薛老師提的這個 就是基隆圖 土秘隆結展 八十二夜這個 八十二夜這個 八十二夜就是 我想這個 徐老師 徐建議員非常清楚 以外 這個也是 他幫忙 處理這些事情 當然 那時候的條件 當然 對我們對現在的人講 就是 就有點意思 是說 他幫他先 按照我們資訪上面 就是 可以依據管理維護計畫 或是 這個構點 我現在不太清楚了 可能是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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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記得是二選一 二選一 大概 做了一個 大概就可以申請農基一轉 那 申請農基一轉 當然就可以 拜馬 只是 我們在處理 台北市在處理這個時候 大概就有點淡數 就是 不要一次疑問 因為大概逼著他要先做修復 這個事情 我想也 我記得應該是這樣的 要先做 而且是分批 就是一批 二批 三批 那我想也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 陳月基這個個案 像包括 錦美 錦美幾廟也是 有好幾個 都根據這個 因為量很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逼著他 能夠做修復 因為第一次的修復 所以大概過去 在操作的時候 我想應該都沒什麼 緊張 陳月基這個事情 有些可能 許老師會比較清楚 這個 就是我們還 他還負責了一部分 這個 要先農 陳月季 那個 他們家族裡面 有一些 有一些 住在裡面 但是翻不出去 說要在裡面 先蓋個新的房子等等 一大堆這些事情 所以最後那個 到底誰輸誰贏 我現在不太清楚 是 陳家瑩了 還是 他人已經輸了 還怎麼樣 我就 剛才沒講到 請 請問一下 最近我們 因為 其中一個權力關係的人 就是陳先生 他是 他的訴求是 就是樓繼已轉 應該是失效的 那 經過法院的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失事不敗 那我們 我們上訴之後 還是敗訴 所以現在 法案局跟文化局 其實我們應該是 這個禮拜 會邀請一些 文資的委員 一起來探討說 那我們針對這件事情 怎麼處理 因為 在法院的判決裡頭 就會變成是說 法案局當初 准他 樓繼已轉了 這件事情 這個行政處分 已經失效了 等於 這個行政處分已經失效 是已經有五個 容積的接受基地 我們繼續去做善後 那因為其實 市府其實是不希望 影響到 五個接受基地的建造 跟善意第三者的關係 那所以 我們其實是 希望 那個時間點 在法案的時間點 等於是回到97年 我核發 容積移轉證明之前 然後我用什麼樣子的 補證的程序 在要求說 呃 陳月記這邊 應該要怎麼可以處理到 普和法院所要求的 兩個要件 一個是他認為的 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 然後一個是 土地所有權的統一 的這件事情 那因為 這些事情是需要做釐清的 那因為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 如果依照我們現在是一個 是一個他 我現在來被弄 呃受理他的話 我一定說 你沒有這個計畫 你就退回去 可是 呃 可是 這個案子 因為變成是說 他的時間點要回溯到97年之前的時候 我們變成可能要思考給他一個 補期修復再利用計畫 合理的一個提出的時間 或者是說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要有什麼樣子一個查核 跟監聽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他隨便再亂修一個版本出來 不過 然後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是 呃 這個禮拜會邀請 呃 呃 幾位的文資委員來做討論 那第二件事情 也就像剛剛田復作書說的 呃 最近營建署在開這個 古蹟土地的容積計轉實施辦法的時候 文化部也是認為說 這個古蹟土地的榮林 是為了 呃 救濟他原來發展權收到限制的部分 不過應該是 以 要提出古蹟管理國務計畫 或修復再利用計畫 來做為 這種額外的一個條件 就是你不提我好像是不能容 所以其實文化部 我記得會議紀錄是 文化部是直接建議 把這兩個都刪掉 好 所以大概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最新的歷程 讓委員參考這樣子 謝謝 我們這要有原案 有一點 你必須回到 何有原案 你沒有所見的 對 這個案子 我們就回到我們原案題 就是另外那個成月記的部分 我們會另外 另外再去討論 那我們就 還是回到這案子 做進行討論 怎麼樣 做全力 OK 那個 戰利用氣 我們是願意全力配合 對啊 我們先是這樣子 好 那還是回到我來學院 看他也有什麼 這樣子 老師 我們還是應該回到價值的審議吧 因為先達到他有沒有那個達到價值 就是 問題 可以 問我 沒有 我們就能夠找到一個 EA 登錄 為 登錄理由第一點,就是在第一點的最後第二行 日是後期江源清水紅磚液面包覆史史史 這就要報紙哪裡,因為現在的液面是小口子斷 所以這句話,因為這寫上去將來就是一定要復原 一定要復原這個成為洗獅子 因為這個如果是價值的一部分 但我現在看不到那個洗獅子的部分 說明一下,就是說它原來柱子是清水紅磚 所以我們將來,這個我要修正這個字眼 意思是將來要恢復清水紅磚 我把這個字眼修正一下 所以將來後面再去復原這個修復的時候 就會根據包覆史史 所以顯示裡面這裡是我們登錄的依據 因為這個部分是,就是說 是我們寫的還是我們寫的? 是這邊寫的? 不是我們寫的 就是說我建議就是這個 這個裡面把日據後期這個拿掉 對 將復原這個清水紅磚 對 價值就是 紅磁石斷在紅磚雅治行足夠 還要日治後期將復原拿掉 日治後期清水紅磚 對,就把復原拿掉 因為後面來講話 因為你把那個包覆洗濕子 這寫在那個見證多個時期上 這個表示這件事情重要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就要用洗濕子包覆這個方式來修復它 所以應該是復原成紅磚很自行 紅磚 好 日據後期 那些能改 沒有改為 是嗎 做得到 紅磚 都已經包成那個小口磁磚好 將來剝掉的時候 紅磚很會也好嗎 紅磚 紅磚 叫紅磚柱 它負責是紅磚柱 我們已經把局部階級 揭開裡面設計了 但是 多要把那個紅磚的材質 好不好 好 目前現況 本目目前現況跟維吾是蠻好的 就是 因為 我們有一個技術 是可以拿掉那個兩面的戰鬥 不會化散 要 那個 我們是用 噴殺 弄壞 弄壞 那是往直現狀 是 每一個階段都有這樣 是 但是 那我們要回到最 最健康的 對 那不是現狀 那我們 我們現在修正就是 我們現在修正就是 日據後期 新水紅磚柱 柱子的柱 然後再加一個柱子的柱 這樣 這樣就 好 現在還沒有指教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建議還是照我們一般的 好不好 就正入為第一次建筑 我們繼續下一個案子 好 審議案 四 北頭區日軍鎮陽特工對移植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審議案 四 北頭區日軍鎮陽特工對移植文資價值審查案 案由北投區日軍鎮陽特工隊遺址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行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登陸廢止審查機補助辦法 執案基地位於北投區關渡段三小段585-1地號 地極圖祥附建1第4頁 土地所有權為經濟部水利署第10河川局 三座格納豪目前有兩座遭水泥牆面封阻 其中一座留有一口方形小門 僅一座格納豪上可進入 前文化資產管理處籌備處監察院100年1月19日 關於日軍鎮陽特工隊相關史實及遺址 調查意見發函相關單位 100年6月14日文資總處韓文本局建議針對本市 日軍鎮陽特工隊相關史實及遺址辦理現場勘查 依據上街建議本局於100年7月27日辦理現場會刊 結論略以本案初步研判具有歷史及文化資產價值 為因洞口周遭地貌變異及雜樹雜草密布 僅請土地相關單位清理現場 必立本局更進一步安排文化資產價值鑑定會刊 請搶曰附件二 本局序於100年12月7日召開本市北投區日軍鎮陽特工隊 相關史實及遺址文化資產價值鑑定專案小組會刊 經委員檢視 此案標的整體狀況雖尚不明確 為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列策追蹤 請搶曰附件三 後續經濟部水利署第十二川局來涵表示 該署認為前述土地已無保留公用之必要 擬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依法處置 請本局盡速確認是否具文資價值 請委員詳略附件四 本局歲一職權啟動文資價值審查程序 105年8月17日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新委員、張委員、李委員 會刊結論略以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次專案小組會刊意見 後續將提送文化資產協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會刊記錄請委員享樂附件五 現場照片請享樂附件六 其他補充資料包括范光倫著作的台灣地區正陽特工隊之研究 結錄在附件七 還有李希勳的從虎虎虎到羽蛙 台二戰日軍正陽特工隊請享樂附件八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請享附件九 那這是地級圖 是在585-1第一號 位置圖 它是臨近在關渡碼頭跟關渡宮廷車場附近 然後旁邊是大南汽車的總部 就是那個紅標的位置 這是8月17號會刊的照片 總共是有三座 現在只剩下一座可以進去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創建年期是約西元1943-1945年間 建物及其定著土地所有人 土地委國有 管理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建物未登記 現況概述 三座格納豪目前有兩座遭水泥牆面封組 其中一座留一口方形小門 僅一座格納豪尚可進入 皆閒置中 價值分析 據文化資產價值 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文化資產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 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建議請管理機關於 文資審議委員會中向委員說明 登陸範圍之影響評估 土地管理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第十河川局檢討 該局已無保留公用之必要 移植位於陡峭之山坡地 且臨關渡宮人潮出入之必經道路旁 民眾經常反映於颱風好雨時期 才有落石樹幹崩落 為及路人安全 擬辦 本案擬請同意登陸北投區日軍正陽特工隊移植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日軍正陽特工隊格納好移植 總類是其他軍事設施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三小段585-1地號 歷史建物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坐落土地為北投區關渡段三小段585-1地號 登陸旅遊及法令依據 一、二戰目騎台灣地區的建陽特工隊部署在高雄左營 澎湖東比頭、基隆、屏東車城、台北關渡等地 建陽艇平時藏在山壁挖鑿的山洞及格納好 桃堅有橫坑相通 格納好為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軍事 以及見證二戰日軍自殺性特工戰術的歷史 深具軍事史價值 二、當時以人工挖掘而成的格納好 其公益技法對比現今使用大型機具開鑿的隧道工程 具特殊性 三、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是三座格納好洞 本案提醒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歷史河川局有兩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 日清太陽特工對椅子 山洞位在經濟部水利署監管 是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 三橋段585-1地號 沒有土地上 經常代理土地被位於本局小管 市河川區域內 本局無保留公用之需 勿於一百年間 其辦理移交財政部部的財產署接管 該署表示 應交由土地上 山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要為國文化局要求本局去維護本案 山洞資管載信 並隨時清理環境 至本局去派遣不定期尋常該地 造成人力吃虧 且該估計時被本局執招 隨地專業管理事項 第六點意見 本案山洞如今道會正式審定為估計 則本局必非目的事業權責相關機關 且考量本局實務相關機費 人力及估計專業人力 繼續單步維護管理責責 勿見請管理機關貴股文化局 進出辦理土地 或用理解決案 以上兩點意見 好 那這個水利署又要發揮 又要發揮 水利署在這裡發揮 就像剛才我們師傅去講的 這塊土地不是在我們管轄河川 或排水的範圍內 因為我們水利署管的是水利事業 所以說這個地方 既然在我們的俠區範圍外 我們就是等於說沒有公用的必要 他說我們就是要變工 也變工的叫做國產署 但是因為上面有這個歷史建築 所以我就是希望說 但這個你不能指定為那個歷史建築 我們當然是說我們是沒有意見 但是說我們是水利事業 事業單位 我們沒有這個專業的能力 也沒有這些方面的經費 能夠來管理維護 所以說我還是 我是希望就是說 如果你指定為那個 審定為古蹟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是 可不可以就是說 避到那個文化資產 保重把那個二十一條 沒有這種規定 就是有那個文化局來辦公用 這樣子你就是管用合理嘛 這樣的話至少 至少就是說 你們有專業的人力 可以去維護客人 這樣子 這樣 OK 好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這個部分 大陸戰會議員 現在說 有要登記發言的一位民眾 就先讓他發言 參謂中 來 來 請發言 剛才那個水利局的發言來講 我覺得是有比較 有點問題一點 就是 憲法第166條怎麼寫的 應該各位應該知道 這是個國家的一個權利 國家保護文化資產是一個責任和義務 所以 不管他是播用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既然我們剛剛 我認為他有文化資產價值 就有文化資產價值 應該是以文化優先 所以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針對一下全盤的狀況 還是進入這個案件的審查 我想就是說 如果將來釐清以後 土地的這個權管 他是按照程序去做 就是說 他不會因為說 有沒有文資 而干涉到土地的權管的單位 我想這我們前的機關應該都講出來 但是 不是水利地 那如果說 不是水利署該管 而且把它化為非共用 那如果說是移回這個國產署來管理 國產署它上面有歷史機 那就是國產署 它按照文治法要付相關責任 我想這應該是程序上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說 我們認為說 這個按照文治法 能夠國用到這個文化區來 那會做到最好的保護的效益 當然這也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說整個程序它都有固定的 我想就是說 這個我們還是照程序 不會因為這樣子去做任何其他不同的審議的節目 我想應該程序上講得怎麼樣 那我們就這個案子 是不是符合列入歷史監務 那現在這個整體的提案 還是要請教各位委員 看看有什麼指教 好不好 再做委員的指教 再一請 我想請教 它現在那個劃定的範圍 除了豪洞以外 有沒有包括周邊的一些相關的空間 還是就那三個洞 那三個坑洞 那時候是只有看這三座豪洞 它周邊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設施 就以三個洞洞為主 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 針對這個登陸為歷史建築 以現在這樣的天堪也保守也呈現的資料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意見 今天我們是統一這個案子 再不為歷史建築 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就通過 接下來 還有一個答案 還有一個報告案 報告案 有關北投中心新村 是在九十九年 從九十九年 紙丁為本市的聚落 那由於那個目前 國防部正在辦理簽 從一百零五年六月之後 開始辦理簽 所以我們現在在跟國防部進行一個保溫的合作計畫 那目前是先針對 我們現在有委託一個保存及再發展計畫 那目前是預計在今年 因為文資局有補助我們相關的修復再利用費 那有關第一期的保存跟修復的原則 我們會先請我們委託的單位 曹羅伊建築事務所這邊來為我們進行簡報 以上 主席各位委員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一個簡報說明 下一章 那其實我們事務所是去年度的四月開始 就是承接中心新村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業務 那當然因為我們其實跟社區這邊 其實從2009年就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合作 所以對這個地方當然也是有比較充分的一個掌握 那我們現在承攬的業務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所謂的北投中心新村保存局再發展計畫 那這個是從去年的四月的時候開始 那預計是工作時間是三百個日一天 然後它的企業家境是八十五萬 那它基本上是要做一個全區的一個再發展計畫的一個草案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另外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也承攬的這個北投中心新村聚落 然後修復及再利用第一期的工程設計兼造案 那這個案子大概它是以一個三千萬的一個工程規模作為一個標的 那預計是修復第一期的一至一區的一個建築物 總共有五棟建築物 那大概它的工程幾倍是三千萬 好 那再下一張 那當然整個北投中心新村它大概從四月開始的時候 其實後續 其實包括市政府這邊也跟國防部有一些相關的一個協商 所以當時候在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我們這個案子 特別是針對跟國防部的一些協商 特別是龍金移轉的部分的話 是要做一些相關的一個準備跟說明 那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因為目前文化局這邊 是對於中心新村是屬於一個代管的一個狀態 那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未來如果要移播給地方政府來使用的時候 其實國防部這依據這個國軍老舊卷村文化保存選擇 其實這個審核辦法裡面 大概有這123456項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內容需要被準備 那其中特別是第五項的一個保存區的一個龍金移轉的部分 其實是應該是說比較棘手 然後也需要更多的一個時間去處理這個工作 那我們當時候拿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當然這個主辦機關是針對這個文資處的一個聚落局文化景觀保存者 執行操作手冊裡面的一個規定 要求我們來做這個相關的一個內容 但也成為我們剛剛所報告的 因為整體的案子只有85萬元 所以它這個相關的內容其實要準備其實是有一些困難的 所以我們也跟這個主辦科室的一個相關協商 之後把這個我們的工作內容 主要調整為一個基礎資料的一個調查 以及相關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設計準則的一個擬定的一個部分 好 下一張 那我們整個工作的目標就大概是這樣說明 就原來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規定 以及我們修正後的部分 包括就是協助文化局在進行這個代管計畫的一個作業內容的一個擬定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針對這個國防部共同開發的一個草案的一個推估 以及整個保存再發展計案的一個草案 特別是針對這個設計組的部分 以及未來一個相關的一個偽辦計畫的一個規劃跟經費的一個蓋估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案子當然只是一個前期的一個研究案 那其實將來後續還有針對於這個包括財務以及這個偽辦的部分 都會有一些相關的一個計畫案去規劃跟執行 好 下一張 那目前的一個部分的一個工作進度的部分 那保存跟再發展計畫的部分是執行到所謂的期初報告的一個部分 那目前是要在2月16號的時候提送這個這個期中報告的部分 那這個第一期的一個規劃設計監照的部分的話 是預計在2月11號的時候提送這個基本的一個設計書圖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再基本上說明一下這個中心青春 中心青春大概是位於這個溫泉博物館的一個北側的一個坡地上面 那它其實就緊鄰的這個北投國軍北投醫院 那現在是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醫院的一個旁邊 西側的一個土地上面 那在這個醫院裡面有一個保存的一個衛水病院的一個古蹟 那它這次的成立的年代是在民國51年 那但是就我們的一個調查研究的部分 它其實在民國46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村長的制度的一個設立 好 下一張 那當然這個村子是延續的日本時代的一個日軍的一個衛水病院北投分院的一個設立 那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它過去曾經是這個北投醫院的一個院子 所以它在我們這個這個是我們眷村的一個範圍裡面 其實也其實也有這個可能性的一個移構的一個存在 那特別像說這個我們知道的這個68號的一個劉宅 它的打門其實就是這個過去的這個寫想的一個撥到的一個遺址的一個痕跡 下一張 那這個醫院就是在二戰結束之後 由國府的一個部隊所接收 那一開始的時候它是就是海陸公軍第一總醫院 也就是三軍總醫院的一個前身 那一直到民國55年的時候 它因為更名成為三軍總醫院 並遷往這個丁州路 那之後這個原來的一個駐地是由這個陸軍的一個821醫院來移訪 那並帶來這個第二波的眷民 這大概是我們整個眷村裡面的一個眷民的構成 就有這樣兩波的一個移民潮 好下一張 那目前的一個概況的一個說明一直到1月16號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整個眷村裡面大概有79戶的一個眷戶 那目前已經大部分都已經遷往新的一個更新的一個基地 那目前還有5戶的部分是能就存在在 能就持續在這個住宿 那這個5戶裡面只有1戶是真正在住在這個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大概都是因為土地移轉的一些問題 以及一些斷線的問題 那目前還是未完成這個點交的一個狀態 好下一張 那我們大概我們這一次的一個主要的工作當然是做一個基本資料的一個收集 包括就是說從這個都發局的資料資訊室裡面所收集的 包括從戰後早期的一個相關的一些歷史地圖的一個收集 好下一張 那以及我們透過這些歷史地圖的收集所套疊匯整的一個整個村的一個建築物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歷程 也就是說大概這個比較黑色的部分是比較早期民國42年的一個概況 然後以及慢慢的後續的從58年69年以及到現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就大概有一個一個增長的一個過程 那另外一個當然我們也針對這個整個村子裡面過去曾經存在的一些相關的一個公共設施 包括圖書室籃球場以及一些公共廁所的部分的一個進行了一些口述歷史的一個訪談跟調查 好下一張 那當然我們也收集了一個相關的眷村的一個歷史的一個圖片 那這些圖片包括就是這些特別是這些設施構造物的部分 包括這些磚牆甚至這個竹籬巴 它其實都是作為未來整個修復設計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參考依據 那目前的話我們的測回的一個狀況前行的一個說明 大概我們把整個基地分成從北到南大概就是三、一、二 這三個不同的一個區域 那一、二的部分的話是我們現在目前比較主要的一個工作區域 也就是我們會完成它所有的一個平面的一個社會調查的一個部分 好下一張 那這是一個案例的一個說明 就是包括這個村子口的一個過林漲家的一個概況 那大概就是它也是有一個發展的一個過程 從一個原來是一個木造的房子 拆除之後變成一個專造的房子 然後後續陸陸續續的一些相關的一個增見 甚至到後側的一個三樓的一個增見的一個概況 那這是它的一個平 它的一個立面的一個狀態 好下一張 那我們大概保存的原則大概說明如下 第一個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在 目前因為我們這裡面大概有三種不同形態的建築物 包括日據時期所遺留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以及復聯會所興建的一個建築物 以及居民所自立營造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些建築物裡面大概日據時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都是列為最高等級的一個保存的一個標的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大概因為日據時期裡面有一洞 是因為它已經改進來 所以這個是解除它的一個列管 那復聯會的部分的話就是除了這個低洞的部分 它是一個完整保存的狀態 它也是作為最高等級的保存之外 其他部分的話因為它都是前洞是遺留的部分 然後就是前洞的部分作為一個主要的保存的一個標的 下一張 那所以我們大概把整個硬體的一個部分 分成這四個等級的一個保存 第一個等級的話就是包括內部的空間的一個保存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外觀的一個保存 然後內部的部分可以做一些調整 甚至在外觀也可以有一些小的調整跟擺變 第三等級的部分的話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它可以使用一些新的一個材料 但是它整體來講就是要封廟上去進行一個管子 第四個部分的話就是它可能需要被拆除 留作是一個比較是法定空地開放空間 甚至說因為有一些需要設為一個公設的一個使用 那我們當然也做了一些它未來可能使用的一個材料的一個對應表 特別是因為這個地方有一些硫磺器的一個問題 所以有些比較常用的材料 像材質鋼綁在這個地方其實它的壽命不高 這個大概是一些相關的一些 這個目前我們所調查到的一些材料的情形 以及可替代的一些材料的一個說明 好下一張 那整體來講的話除了這個建築物的保存之外 就是整體的一個都市空間的一個保存也是一個重點 大概我們就是進行一個相關的一個分析的一個部分的一個說明 好下一張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未來一個內博物館區域 就是村內的一個大馬路空間的一個形態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有這些 包括這些歷史建物所構成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牆面的一個形態 這個大概就是以水泥為主要的一個材質 這個也是一個保存的一個重點 好下一張 那這是另外一條村內主要的一個道路 就是四十六項三十三弄的部分 那它這條非常的特殊就是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紅磚罩的一個牆面 包括圍牆以及這個建築物的部分 那這個當然也是一個在材質上的一個考量的一個重點